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这一集节目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 中美新冷战这件事情 中美全球争霸 那么大家都知道 2022年国际局势 愈发的紧张 全球呢 正在上演 经济大脱钩 这个全球化 正式结束了 全球走向了 集团对抗的老路 那么我们都知道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是一个阵营 还有中俄 伊斯兰世界为一个阵营 这个格局已经很明显 非常明确了 那么 我们最近发现 美国的国内 好像有一点乱 那到底是怎么乱呢 咱们呢 最近来分析分析 几件事情 那么最近呢 美国总统拜登 面临着内外加工 内部啊 这个共和党对它是 非常大的这种压力 那么外部呢 中共和俄罗斯 又给了拜登 非常大的外部压力 所以说他现在啊 已经是焦头烂额了 这个是一个事实 明摆的一个事实 首先我们来通报 一个新闻 就是拜登的政府团队 在逃离白宫 所有人都在逃离 美国媒体说 白宫高官开始外流 美国专家指出的理由 是在 不信任政府和拜登 本能背景下的 一种颓废情绪 美国总统 副国家安全顾问 达利普辛格 产生突然休假的愿望 包括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 特使约翰克里 在考虑 这艘船是否会到年底 那么美国副总统 哈里斯干些什么 他的这个首席的智囊 也已经离职了 而且美国这个 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 也打算要这个离职了 那么从去年到现在 拜登的这个执政团队 有多名智囊离开他 因为我说过 他的推行极左政策 他是失败的 那么内部这两天 大家也看到了 美国最高法院 一份这个法案被外泄了 当然谁去外泄这份法案 一清二楚嘛 不就是美国联邦最高大法官的那些 自由派的几个法官嘛 泄露的嘛 想都不用想这东西 这种内部的文件 就跟当年我们看这个电视剧 雍正王朝 那个考卷是谁泄露的 还不是他的儿子 这个红石吗 这个皇子红石吗 只有他可以进他老爹的房间里面 去把这个卷宗给他搞出来 流出去 流通出去 对不对 这种最高机密的肯定就是他们最高层的 相当不用想 然后拜登呢 又很愤怒 又很这个 说啊 哎呀 美国的这一些保守派的大法官 我要 这个要打击他们 要要捍卫我们自由 对吧 然后呢 这一招呢 当然是为中期选举而服务 为什么 为了自己的政党利益 可以去破坏 美国的这种宪政啊 宪政民主体制啊 对不对 都干出这样的事情了 那你觉得 美国还有啥 美国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信赖的 没有了 那么可见 再加上马斯克啊 这个背后的军工复合体 那他们不就是共和共和党的建制派这些将军吗 对不对 还有就是整个这个共和党这些啊 金主啊 挺这个马斯克出来 收购推特 对吧 拜登呢 也意识到 这个是一个威胁 但是呢 他觉得干死马斯克呢 很简单 啊 这个 啊 他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啊 成立一个啊 扫黄打飞办公室 打击所谓的啊 虚假信息 对不对 啊 打击传谣造谣 对吧 那可见他内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为了这个中期选举 为了这个成绩的H2加1的成绩执政策略 跟共和党打的是头破血流啊 对吧 那么 同样的 拜登自己的团队内部呢 也是在乱啊 跟共和党美国国内呢 也是在乱啊 说到他的拜登自己的团队当中乱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啊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拜登你放宽对华关税措施 内部有分歧 白宫正考虑放宽 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措施 以降低消费者成本和通胀 刺激在拜登政府内部 引发分歧 华尔街日报5月4日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赞成放宽对华关税的阵营中 由美国财长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们赞成免掉一部分特朗普政府时期 对中国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 据知情人士说 另一个阵营是贸易代表戴奇和他和其他一些人 他们不愿意放弃对华关税的筹码 意图继续努力从属中国的经济行为 拜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 但最近重申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 因为白宫希望降低40年来的最高通胀率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周二开始对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措施 展开了法律要求的评估 美国贸易代表白宫市被要求研究2018年首次加征这些关税 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该报道 通胀已成为拜登政府和民主党人的一个政治包袱 而白宫拥有掌管贸易政策的广泛权力 无需由两党势力 势均力敌的国会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 许多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 而公会与其民主党的盟友对降低关税 会使中国商品更加便宜的措施持怀疑态度 所以说大家要看清楚 这个拜登的团队内部 也是分歧 矛盾重重 首先第一个 对于这个耶伦和雷蒙多来讲 他们呢 一定是要这个降低这个关税的 或者是就是免关税了 中美自由贸易了 对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他们管的时候 他们就是管通胀 管这些对海外生意的 因为雷蒙多他 这个美国商务部长 对吧 毕竟还要面临来自商会的压力 那么 试图能不能更进一步呢 跟这些人呢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他们两个呢 是穿一条裤子的 那么贸易代表 这个代企 如果降低关税的话 那么它的作用就会降低 那么作为一个 亚洲裔美国人 对吧 作为一个华裔 他当然有一种规则狂乐 当然要证明自己的存在 证明自己对中国是狠狠的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他们的分歧在这里 他的执政内部有分歧 他的内部团队 有很多人都在离职 那么在美国内部呢 又面临着共和党的 这个疯狂的反扑跟压力 这个仗都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内部的这个决裂当中去了 看来美国内部啊 确实已经是 分布离析四分五裂了 而且美中国重点发展 次国家级外交 也就是说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 在美国主要跟这些州长 跟这些商会 跨国公司 大老板 CEO跟他们 这些大股东 董事长跟他们去发展关系 那么美国地方政府呢 跟中央政府呢 又不是穿一条裤子的 又尿不到一个湖里面去 又不能种植成城 所以说 确实 这个内部对他来讲压力很大 那么外部呢 本来呢 拜登啊 他今天 要让他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 这个 发表一份啊 这个 对华政策讲话 但是呢 蹊跷的是 今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突然之间阳性了 我们来看看怎么一回事 布林肯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 推迟美国对华政策讲话 将在家里隔离 并会继续工作 那么念到这呢 我想请问一下 在国内支持这个 这个共存的 你要给 如果说我也支持共存的话 你要给我点希望 不是说这个是大号流感吗 连感冒都比不上吗 那为什么他还要隔离啊 美国国务卿为什么要被隔离起来 我 这个我不能理解 那既然都没事 大号流感 应该大家都在一起 还要隔离干嘛 所以说 他的这种做法呢 让我觉得 非常的障碍合上 摸不着头脑 我腊里头上贴膏 要是服服服帖帖啊 美国国务院周三发表声明 指布林肯已经接种 疫苗 并注射了加强剂 只是出现轻微症状 布林肯已经有好几天 美意亲身于总统拜登会面 因此拜登并非密切接触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 布林肯原定周四发布 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讲话 现在将会重新安排日期 那么 我说过了 美国的高层 全是西方神药公司的 就是伟格公司的医药代表 都会给他打一波广告 从他的这些南西佩洛西 当时呢 要来访问 要来串访台湾 被中共直接警告 后果自负 意思就是说 你来了我们就武统了 那么 他就吓得就不过来了 然后呢 给出理由也是 我们扬了 战术性扬了 扬了以后呢 过两天 又说物质没有扬 那么当时确认出来扬的时候呢 也是说 佩洛西医长已经接种了 新冠疫苗 并且打了这个加强剂 加强剂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症状很轻 没什么问题 他也呼吁啊 大家也要积极打针啊 打这个加强针啊 打这个加强剂啊 那么布林肯现在呢 也是 他是呢 算是他确认吧 确认以后呢 又说 哎呀 要打这个加强剂啊 所以我说 大家想想看 美国这些政客 都是医药代表 都是医药代表 那么布林肯 为什么 啊要在这 这个时刻啊 呃宣布 这个赶蓝的新冠了啊 推迟所谓的 那一赶蓝 起码一到两周 他不能啊 发表这个 所谓的对华政策 第一个呢 在我看来呢 可能是啊 他这个东西还没拟好 还不知道该怎么讲 啊 看来看去 没有合适的啊 然后呢 这个消息已经放出来了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么现在美国国内发生了这个啊 很严重的这个联邦最高法院这件事 这个事情可能会引发内战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 现在是拜登的这个这个当务之急啊 既然是他们造的这个 就是搞的这件事情呢 当然要集中精灵干这个事 就会专注于内部啊 那么这个时候再在外部发表对华政策 必然会引发啊 中国的激烈的这个啊 谴责和这个啊 公事可能会有一些措施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得罪中国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再加上再一个 拜登呢啊 不想得罪中国的一个重要理由 还有就是啊 这个对台军售 他首次对台的这个军售 就是自走火炮吗 自行火炮啊 取消了啊 M1自行火炮取消了啊 这件事情大家在想想看 美国可没有给乌克兰提供自走火炮啊 啊 他只是提供陆军单兵作战武器啊 没有提供这玩意儿 对吧 那为什么他取消 台湾还说 没关系 可以延到2028年再交吗 延到2028年 首先第一个台湾 台湾这个伪政府 南波湾亏的政权存不存在 还不一定 但是呢 拜登还是取消了 为什么 就是啊 不想这个时候惹中共了啊 惹中国了 那么第二个 连本来给台湾的便携式防空导弹 独次便携式防空导弹也不给了啊 也取消了 那么这个呢 确实是他没库存 因为他的便携式防空导弹 跟他的这个标兵反坦克导弹 全部已经给了乌克兰了 他库存已经没有清空了 啊 那么再加上再一个 美国国防部呢 我们看到了啊 这个发言人科比已经说了很清楚了 在乌克兰的战事要长期进行下去 要不停打下去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南希佩洛西到了乌克兰也 也去跟泽连斯基说 我们给你提供武器枪支弹药 你给我们打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对吧 所以说有一件事情 我们看的很明白啊 现在的俄罗斯的这场仗 确实让美国陷入泥潭 而不是让俄国陷入泥潭啊 大家要记住这个话语体系啊 它是让美国陷入了泥潭 什么叫陷入泥潭 让美国军工复合体 重点就定在那边 同样的 让拜登的决策精力 全都定在那边 因为那边 可不是闹着玩的 弄不好 俄国看你们都是卵柿子 直接他妈挥石吸进 直接推俄 俄军的这个空路一体战 直接推进到这个巴黎啊 俄国在 俄国的这个水面舰艇 可能不咋的 但它的空路一体战 这绝对没问题啊 打个巴黎什么柏林 让他们垮掉是很快的 所以那边必须要顶住 那这个又耗大了一部分精力啊 这个时候 想来想去 跟只有跟中共呢 只是他妈天天在这打水炮 没有没有意思 那赶紧这个时候啊 要取消对华关税 这个风险放出来 安抚住中国啊 到底取不取消 先两说 先封面放出来 然后呢 主动的啊 对台军售的取消啊 让中共不要 这个时候 对他发难啊 第三个 本来要发表 对中共的这个啊 对中国的啊 这个政策啊 赶紧说布林肯 你赶紧去休假吧 现在时间小伙子 也挺累的啊 呃 你就向外说 赶紧的新冠 羊了啊 休休假度个假啊 到时候再说 等这一两个礼拜 我们集中精力啊 干这个啊 没 干这个联邦最高法院 这些保守派的这些法官啊 这个事情是他的这个关键事情 啊 中级选举是他的关键啊 所以说大家想想看 你看到没有 啊 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啊 这就 这就是同时要单挑啊 一挑二啊 中俄 放马过来吧 我们不怕 我们是民主的灯塔啊 民主是不可以输给威权的 干死你们啊 然后最终的结果 就是这种结果啊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看了 我也看不懂了啊 咱们呢 学历不够 知识水平有限 美国这摊的大戏 看不懂啊 但是呢 我能看懂一点啊 拜登面临三重压力 自己内部的压力啊 美国共和党国内的压力啊 还有来自中国 俄罗斯的压力啊 怎么办啊 自求多福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